行政院前院长赖清德日前接受远见杂志专访坦言,高雄市长韩国瑜实力真的很强,在武侠小说上,他只输我半招,诸国主客一位,胜败不得而知,韩国瑜今面对媒体询问看法,他大笑三声呵呵呵,赖清德前院长很认真,接着酸回其实民进党赢得台南席次的选举,我相信他们自己已经是惊魂未复,民进党在乡下地区,中南部, 已经慢慢失去民心,赖清德日前图宣布投入民进党总统初选,为政坛投下震撼谈,对于外界批评民进党在台南立委不选采赢,黄伟哲显胜过关,赖清德坦言韩说没有输,我同意,他真的没有输,赖还下站铁这次韩是辅选,我也是辅选,我期待2020年的总统大选,大家来场君子之争,谁赢谁带领台湾,面对赖清德的单挑提议, 还凭韩实力只输我半招,韩国瑜今在媒体询问看法后,先是呵呵呵,笑了三声,随即礼貌回应赖清德前院长很认真,他指出,从台南立委不选的得票比例上看来,我想不是我,是谢龙介主委的表现,我个人不重要,哪有不选的票超过大选的边,不选得票率还超过正式大选的票, 韩国瑜并请赖清德思考书半招言论,他讲这个话是对还是错,看一下选票结构,他看起来赢了这个席次,事实上选票他是大幅输掉,反而谢龙介主委是大幅的赢,媒体追问是否不认为书赖清德半招,韩国瑜并未正面回应,反倒在提台南立委不选结果, 我认为从开票的阿拉伯数字跟百分比结构,可以看得出来,其实民进党赢得台南席次的选举,我相信他们自己已经是惊魂未复,他们是非常担心害怕的,票源结构已经不对劲了,民进党在乡下地区,中南部,已经慢慢失去民心,曾佩英,杨世武,高雄报导想知道更多,一定要看,赖清德向韩国瑜叫阵,2020年做君子之争,谁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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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, 带领台湾抢当好评友宜会员快注册免收费,不注册会后悔,快点我注册https冒号双斜杠-tw.adai.ly-ml924upcsu关键字韩国瑜赖清德2020总统大选下载台湾苹果日报APP有话要说投稿及时论坛相关新闻